欢迎来到旅游儿语频道 在我们开始之前 如果您觉得视频有用 我们希望您能给我们一点鼓励 多谢 多柏林是爱尔兰的首都 是一座拥有丰富历史 文化和充满活力的城市 从历史地标和博物馆 到热闹的酒吧和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 这座城市的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 以下是多柏林的一些热门景点和活动 参观三一学院和凯尔斯之书 三一学院成立于1592年 是爱尔兰最古老的大学 也是著名的凯尔经的所在地 这份带插图的手稿由九世纪的僧侣创作 是早期基督教艺术的杰出典范 游客可以参观学院的历史建筑和图书馆 并参观展出的凯尔斯之书 探索多柏林城堡 多柏林城堡建于13世纪 是一座历史地标 在爱尔兰的历史上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游客可以参观城堡的国师公寓 小教堂和花园 并了解其作为英国在爱尔兰权力中心的历史 漫步盛世低分绿地 Stee T. Stevens Green 是一个位于都柏林市中心的美丽公园 游人可在园内悠闲漫步 观赏湖光山色 感受宁静祥和的氛围 该公园还拥有几座纪念碑和雕像 包括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之一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 查尔斯斯德华·帕奈尔参观吉尼斯仓库 位于圣詹姆斯门啤酒厂的建立式啤酒厂是啤酒爱好者的热门景点 游客可以参观啤酒厂了解吉尼斯的历史 并在Gravity酒吧品尝一些著名的烈性黑啤酒 从那里可以欣赏到壮丽的城市景色 游览爱尔兰国家博物馆 爱尔兰国家博物馆收藏了大量文物 包括史前宝藏、中世纪物品 以及与爱尔兰民间传说和神话相关的物品 参观者可以探索展品并了解爱尔兰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参观半便士桥 半便士桥建于1816年 是都柏林最具标志性的地标之一 这座横跨丽飞河的人形天桥享有城市的壮丽景色 是热门的拍照地点 参观圣殿酒吧区 圣殿酒吧区是都柏林热闹的地区 以其酒吧、餐厅和现场音乐而闻名 游客可以品尝一品托吉尼斯啤酒 品尝传统爱尔兰美食 聆听当地音乐家的演奏 墨赫悬崖一日游 墨赫悬崖距离都柏林约三小时车程 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 也是爱尔兰游客必看的景点 悬崖高处大西洋700多英尺 享有壮丽的景色 是各种海鸟的家园 总之 都柏林是一座拥有丰富历史 文化和自然美景的城市 无论您是想探索这座城市的历史地标 博物馆和公园 还是想享受当地美食和夜生活 或者想要一日游 欣赏爱尔兰迷人的风景 多柏林都能满足每位游客的需求